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连累你了 不过肯定没事的 咱们两个人又不认识 那你会因为这个 你真不知道这个是散物产品啊 我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散物产品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那你岂不是很冤枉 如果你因为这个座牢 那你多可怜啊 爸 爸 他们 什么 他们说我卖三无产品 不让我走 把我扣这儿了 什么三无产品啊 这套产品是非法的 我们现在需要证明 它是第一次借助这种产品 它 它 它当然是第一次了 哎呀 警察先生您听我说啊 我这孩子啊 他打从毕业开始 他就没找到过一个稳定的工作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了 第一天上班他就受骗了 你怎么办呢 年轻人 社会经验不够 是吧 那就请您酌情地 宽恕他一下 通融通融 真的 年轻人出入社会 现在如果留下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话 你说我真担心 他未来哪个单位敢用它 您说是吧 麻烦你通融通融 对 确定是第一次 确定 当然确定 哎 您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以去打听一下 跟我们肩膀邻居一问就知道了 我们家就在那个棉房厂路 开了一家手工面铺 开了快三十年了 肩膀邻居对小龙的情况都很清楚 甚至于有人都知道 他好不容易是第一天上班 不是 爸爸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肯定淹死了 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只是 你明天就要回上海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一定会见面的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下 一见不散 如果你没找到我 就来这里 说找房小龙 我们以后一定会在一起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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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 警察叔叔 请问那个人是叫房小龙吗 对啊 你不是跟他一起来的吗 对啊 姑姑 爸呢 你还记得你有个爸呀 怎么了 我这公司出了点事 我这不是赶紧回来了吗 爸 怎么差回来了 小龙 你过来 你今天到底闯什么祸来 让公安给抓走了 让我担心死了 你干嘛了 出什么情况了 骗人骗了 怎么专骗你啊 你都这么大了 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出了事就会推卸责任 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啊 天忆 你怎么也才回来啊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让你们先给爸过生日 有一个紧急的手术 对 你们医院就你一个医生 你还好意思说 天忆这是坚守工作岗位 你呢都快二十六岁了 天天就知道闯祸混日子 说得好像你做得很好一样 餐厅是你订的 你不是自己也没去吗 你是大姐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 还好意思说我呢 我那是特殊情况 公司有事 我忙完了就赶回来了 外面赌唇能怪我吗 你总把公司放在爸爸前面 今天是爸爸生日 你早点下班不行吗 我是因为被公安抓走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是像你说得那么容易 说走就走 我能在公司一干就是十一年吗 好 小龙 你进公安局 你又闯什么祸了 对 我就又闯祸了 怎么了 你进公安局 你还理直气壮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理直气壮怎么了 你闯祸了你还有理了 你现在什么态度 我就是态度了 怎么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好好讲 你跟人姐讲话什么态度 我 行了行了 都别吵了 你爸一年才过一回生日 而且今天是他六十大寿啊 他就是希望全家人 能够高高兴兴的 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吃顿饭 你们倒好 三姐弟一个都不露面 让我们在餐厅里坐等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闹到派出所去了 回到家一个比一个恨 就知道吵吵吵 有没有想过你们爸爸的心情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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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